不太OK的话 有几个方法 像这几段没有没关系 delete掉其实云端上都有 哪里这边有 刚刚这两段门号清除 Ctrl C 这边Ctrl V也有 有没有你就贴 只是说那个顺序可能要找一下 这个是门号这个清除 然后刚刚公式在这里 所以这一段 你只要注意sub到End sub 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 那顺序 它这个sub的顺序 可以上下颠倒没有关系 反正它能够找得到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来RUN应该就OK了 所以刚刚的东西 只是说这边刚刚没有那个Range 所以其实你这边可以把它再改成Range Range记得不要拼错 慢慢要熟悉打的那个手感 点下去会有个E E找到之后的话 你把它点两下 前刮壶这个都会出现 然后再点两下 后刮壶一下 找到的列 这样的话就OK 你再点一下 再来把这些 你看移开它会不会变大写 变大写 好 这边再复制 贴 贴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OK之后就再来就是 我们的那个 有关制定函数部分 制定函数下面也有这一段 方选 到方选 方选到 所以有两个嘛 刚刚有个手机跟手机范围 当然我先弄一下 如果你想要知道结果 你可以先复制这两段 把它贴到这边就OK了 就会有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贴上之后 好像我刚刚写的东西 就马上可以run 把它清除 糟糕我刚刚贴好是 这个应该是 从第二 二开始 然后这边是从 算了 这个这个先删 我先demo这个给购 待会的话 贴上之后 没有 他就可以按确定 就可以有这三个东西 三个给之后 结果就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写 这个制定函数 特别注意 一 插入什么呢 程序 一样 二的话呢 我们要一个手机的制定函数 所以我就打一个手机 但是有个关键的地方 一定要改 请特别注意 把什么呢 把sub 改成function 对 这样子 按确定就可以 好 特别注意 记得不要之前有同言 没有改 没改一定没有 制定函数 一定要改 确定 好 这边就出现 那他会自动帮我写什么 写一个public function 手机刮户 end function 好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一定要从这边吗 可不可以自己打 当然可以啊 可是如果你 确定你可以打对的话 OK 那也没有问题 所以你贴上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这些上面插入程序 只是说 他可以帮你写一点程式 那为什么一定要讲 因为 你们如果真要用这个方法 比较安全 怕 真的很怕 哪怕拼错一个字 就不对了 OK 好 一 插入一个程序 二的话呢 接下来 特别主要 方便跟sub 最大不一样是 sub有点是 他就是 执行 自己的 他不会跟你互动 但是方便不一样 方便是 他会一直问你问题 你要给他问题的资料 他才会给你正确的结果 所以呢 方便 有点比较像那种 学生里面 会一直问问题的 就是方便 不会问题 一直 就是有没有 闷着头一直做 就sub 在这边有很多sub 有很多方便 但 哪一个好呢 其实折中 有方便 也有sub 就OK了 反正 应该懂我的意思 方便的话呢 记得 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 会放在刮虎里面 他要问你三个问题 哪三个问题 请你给我 一二三 所以你请你把这三个 Ctrl C 然后呢 为什么要看 因为这几个不用自己打 你就直接Ctrl C他 对吧 把这几个栏位名称 二贴到哪里呢 刮虎 因为我刚刚讲 问问题都会在刮虎里面 但是记得 问题的中间 请你加逗点 第一个问题是 请你给我电信业者 第二个问题 请你给我 门号的 区码 第三个问题就是 门号 那个东西会把名称 跳 一个视窗 前面有没有 有没有 前面有三个东西 那就是那个名称 如果我们打中文 那就中文 所以你会发现 制定函数前面的问题 都是中文 因为那是我们定的 可是内建的都是英文 所以未来 其实他那个英文名称 如果可以把它改中文 就更好了 不过应该理论上不太可能 除非你自己改写 把它改 那 他会给我们三个东西 他选一二三 他给我的东西 会帮我怎么样 存放到 这一个名称里面 所以这个名称 基本上 一般我们叫他是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他会把资料 先丢到这个参数里面 所以这个 选了之后东西丢到这里 这个东西 所以三个资料都会丢到这边来 那我要怎么样输出最后的结果 特别注意 一样 请你把 这个手机的名称放在前面 加一个等号 意思就是说 他会把串接完的东西 先放在这个函数本身里面 再 因为游标放哪里 你就再把这个函数里面的东西 再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他的work留存下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09 这个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and什么呢 那他会给你什么电信业的 所以你就把电信业者 这个资料放到这边来 他给你电信业 你把它穿在这边 再一个and什么呢 一个减的符号 再and什么呢 format 所以你打一个VBA点 format 其实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只是差别就是说 你要把引数放进 这个东西就 他会给你门号区 所以把这个门号区 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再逗点 双引号000 后双引号 后瓜胡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给他跟刚刚写法一样 后面还有门号默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串 复制到后面去 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改成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程式就写完了 看得懂吗 OK 所以 他跟刚刚sub完全不一样 因为sub是run就结束了 这个是一直问 问完之后呢 才又丢回去给他 丢回去给他再显示出来 另外还有个问题 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同学习惯上面的sub 所以都会直接执行 对不对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方选 不是这边执行 他要怎么执行 之前有同学常常一直问说 老师这个坏掉了 他怎么没有执行呢 因为他不是sub嘛 sub才是在这里 方选请注意哦 请你要到这边 他跟内建函数的执行方法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他放在使用者定义 里面 OK 然后呢 就按确定 有没有 瓜胡里面会有三个三个问题 然后我要给他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东西呢 会分别把这三个东西 资料呢 丢到那三个 那个参数里面 然后底下我就串完了 串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结果丢到手机函数里面 那因为手机函数本身 他这个游标放在这边 所以最后的结果会把这个丢到这边 就完成一个循环了 OK 确定 好 看一下 有了 有没有 你就再把它点两下 他就会自动向下填满 就OK了 看得懂吗 把重点回顾一 请各位哦 这边插入 方选 然后呢 二把 三个 名称贴上 加逗点 在 前面记得哦 他最后一定是他自己本身放前面哦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把这些串完之后 丢到前面去 这个地方就有 最后他没有回圈 所以你要自动向下填满 来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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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